奧斯大帝本週下降到第五名了 不過上映的這個星期 已經成為今年第一部 票房破兩億美金的電影啦 另外被寄予厚望的宿主 卻慘遭滑鐵盧 連前五名都站上邊 有點小悲慘耶 儘管口碑還不錯 上週亞軍全面攻佔倒數救援 面對強敵也只好一路倒退 要破譯可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呢 描述更外景的電影 開了Paris Temptation 小兵力大功 出乎意料拿下第三名 只是這部片從導演到卡斯 台灣觀眾都很陌生 應該也很難在大螢幕上看得到了 上週的冠軍古魯家族 儘管滑落到第二名 口碑和成績仍然持續發燒中 繼續加油啦 各種部隊二一出 果真打敗天下無敵手 輕鬆奪下台灣和美國雙料冠軍 這部電影的開票成績 更是老部所有電影中的第一名 看來拼死拼活上山下海 還不如演大兵輕鬆客串開啟槍來得厲害啊 你說是不是